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4日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也就是两会正在进行 那么习近平已经把所有的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现在这个世界上治理就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威权 一种是民主 这个习近平这是一个典型 就他把权力控制之后 应该讲效率非常高 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看人大政协国务院都听他的 全国人民都是螺蛇钉 那么听命这一个人 自然决策就比民主国家要快得多 他说了算嘛 但是呢也容易出错 因为他本身有低能 往往我们看一个人就看得过去 你就知道现在 也就知道未来 你看他干了这十年 哪一件事干成功的 一带一路 搞成今天这个程度了 斯里兰卡都破产了 这个匈安心虚呢 只是搞了个交通枢纽了 我不去一列举了 你就知道他未来将意味着什么 因此啊 所以现在是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 他走错半步 他再往前走错半步的话 这样迎来的不仅仅是冷战 有可能是战争 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所以呢 著名的历史学家 也就是罗伯特卡根 他今天这个任务专访 美国之境对他的专访 特别重要 所以我给大家这个解读解读 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这个卡根一开头他就讲了 他说我不是从政权的角度来比较的 正因为这样他才有中立性 才客观 才值得研究啊 他不是政客 他是 他不是从政权角度 他说而是从战略形式来比较他的啊 的确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他说他在华尔街日报文章当中 试图表达的是啊 中国政府需要考虑 他是否真的想和美国发生重大的对抗 他就研究这个能不能对抗 对抗最可能就在台湾问题上 台海问题上啊 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国会这一天出了多少法案 多少这个提案啊 他反映着老百姓的心声 就美国老百姓的心声和民意 美国的总统必须尊重这个民意 因为他是民选的嘛 那么这些提案大部分都和台湾有关的 这说明什么台湾的问题已经提到了日识成长来了 非常重要 说中国可能会在早期阶段取得成功 就是如果他打的话 因为他离得比较近嘛 地缘政治嘛 中共准备了很久啊 他会速度很快 他让美国可能不具备实现目标需要的一切 虽然我希望他美国准备好 我希望中国人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这是一种可能性 我向中国人提出的建议呢 是他们需要认真地想得更远一点 要从长远来考虑 他们真的有能力与美国和其他盟友长期抗衡吗 也就是说他从历史的角度认为啊 中国打台湾的话啊 挑起一场战争啊 并不能从长远一点 他并不能取胜 为什么 他说从历史上看 日本帝国 纳粹德国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事的德国 他们都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他们那个错误 和今天习近平有可能犯的一模一样啊 他说他们都认为美国要么不会对他们的区内行为做出回应 要么没有能力做出回应 他为什么这样敢挑起 习近平这么夸慌 因为他误判了 他认为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回应 因此他们觉得他们继续他们的行径 最后却发现美国一旦充分动员出来 他们就看不住了 他是讲这个道理啊 你看现在习近平不就是什么 一直在鼓吹东升西降 平死世界 诗和诗都在我们这一边 否则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礼物啊 对不对 那么记者就问他 讲到台湾 你觉得习近平会像很多人预测那样 在未来五年对台湾动手吗 卡根是这样回答 他说我不是习近平 也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但我可以认为 每一个迹象都已经显示了 他有那种鲁莽的决心 和过去的侵略独裁统治展示的一样 我确实担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话 如果我们担心是对的 最终美国及其盟友呢 将在某个时刻战胜中国 他认为最终中国要是想搞这套 肯定是失败 他说但习近平对此毫不在乎 并愿意冒持着风险 就他评估习近平地能 但他鲁莽 有可能完全走偏他 他这个意思 说部分原因是他说服了自己 习近平可自负了 你看今天 我在第一个节目给大家讲了 你从肢体语言就可以看出来 他出来以后你还摇头晃脑的 而且他见到那个军头 军头啪给他进个礼 他故意用手 这么一抖 他写着自己 牢牢控制军队 他这个其实都安排好了 肯定是张永霞这马屁镜 何卫东 都告诉在主席台的军头 当习主席走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进个礼 这样就显示军队听党的话 跟党走 赶党恩 国家军民主席负责制 习近平也没有和他正式的 回一个礼 他是什么 手这么轻轻一摆 那个意思 我既给你个回应 又给你个小感谢 给你个小灿烂 你看 他这个是很狡猾的一个动作 不是随便整的 这都是精心策划的 他说部分原因是 他说服自己了 他把自己已经骗了 他也公开谈论这一点 他说呢 总体而言 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 就习近平认为 美国在衰落 他说 而中国和东方正在崛起 他和普京 为什么能捆绑到一起 不都认为他们俩 就可以改变国际质询吗 对不对 说这就是现在 全球事物的现实 我认为 这也是习近平一个 非常糟糕的误判 他看到的是一个 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世界威胁的美国 我认为 他并不清楚 一旦美国人 充分调动起来 充分动员起来 他说 关注并且充分参与之后 是什么样 你看美国这一两天 国会 自从麦卡锡上来以后的变化 非常大 速度非常快 民主的活力显示出来 记者就问他 你说的美国的敌人 通常会低估美国 为此付出代价 但也有美国学者 包括斯坦福大学的 护肤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尼尔 福格森 他不这样认为 因为美国 它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言论是自由的 也不会抓别人 不像中共 以色都吹捧西云 你不吹捧不行 不吹捧 给你抓起来 对不对 美国它是自由的 所以说美国 这个记者就问他 说有一个美国学者 也很有名 他说和你观点不一样 你看他讲的 他说 这个福格森 最近在彭博新闻社撰稿 他说 如果美中 因为台湾发生重大冲突 你会发现 美国的军工 不是碎料的巨人 而是年迈的昏迷的病人 就是说你一逃打台湾 你没找 就这个意思 美国不行 整不了了 他说 他特别提到了你的文章 认为现在的情况下 挑战美国非但不是历史错误 还可能是个历史基于 你怎么看 就是因为美国要大选了 台湾也要大选 这个时间点 习近平要打的话 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应对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那习近平听以后 梦都笑出声了 习近平就想把台湾拿下 证明自己超过毛泽东 是不是 所以他今天这样不走 才这样走 对不对 说卡根就说 总有一些美国人 或者一些呢 这个啊 写有关美国的文章的人 天生就对美国的能力 持悲观的态度 因为美国就是这样 什么观点都有 很正常 这没有问题 但不幸的是 我认为他们写下 美国如何无力 应对这些危机 是只会鼓励独裁者 假定美国无法应对 雇主一致 说威胜比斯木的学者 他催捧共产党 这里原因很多 一个可能 他就是这种观点 另一种 他拿了中共的好处了 就红色意识形态 在西方渗透 太厉害了 你看这访问学者 来了以后 这些学生 叫往很多人 中共在这偷钱 那个报纸 媒体 网络 电台 不停给地 是不是 你看现在这个美国 你在美国 你可以一打个一点 新华社 在美国 随便看 是不是 打个电视台 就像在国内一样 但咱们 你倒过来看 反过来看 这里的媒体 要让中国 就办个媒体 试试看 是不是 这根本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美国太大意了 任凭这红色意识形态 吞噬着美国的价值观 说你如果看到 1939年和40年的美国 你会看到一个 根本没有以战争 做好准备的国家 他说呢 这个无法为冲突 做好准备 生产力萎缩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 美国的军工能力 因多年来的废弃而减弱了 这是39年的40年的状态 说美国的生产力 经历了差不多20年的削弱 然后呢 美国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 他们花了三年时间 让美国准备好 但一旦他真的动起来 他就有时 他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 生产军事装备和彩雕 他就给你讲这个 从历史角 讲这个美国现在的现状 他说福格森和其他人 可能会说 中国的制造能力 现在已经超过了 美国的制造能力 我想他们看到的 只是一个和平时期的美国 就现在是个和平时期 所以才这样 他直到现在 才开始真正对待 需要为乌克兰 和亚洲提供生产力的必要性 就现在俄乌战争就证明了 美国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不对 支持还是到位 美国曾经有一个战略 就是能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好几次拜登不讲了 他完全有信心 就在欧洲和台海 同时打 也同样有把握 也可能他太大意了 他说单从冷战结束以来 我们让这样能力下降了 以为我们永远不必处理这种情况 但是呢 美国现在需要开始认真对待 两个战取危机的前景 现在的确有危机 他说 说美国威力应对 我认为 只是出于某种原因的典型的失败主情绪 说美国在率退 他们说了差不多50年 以前都这么讲 他说 总有人说美国正在率退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是对的 但是现在不对 他就目前形势是美国还是老大 他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的困难 就让我们看到了美国 这些盟友没有衰落 说习近平为什么现在犹豫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 俄战争了 俄罗斯并非像习近平想象那样 占无不胜 你看拿下哈斯克斯坦 集约组织应对的 当时一天就拿下 习近平乐乐乐 马上制核电 你看他现在不知声 犹来犹豫的啥原因 就他看到这种 他有点动摇 我估计身边那些 给习近平敬礼的军头 私下可能也在劝他 所以这个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说呢 俄罗斯和普京发现 代表了世界上 绝大部分财富的美国 及其自由派盟友 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你看他一声令下 拜登说制裁 你别打乌克兰 打制裁你 你看真制裁了以后 其他工具 空前团结 武器纷纷给的 鲍二都已经给的了 下一步就是战斗机了 主战坦克都上去了 这个文章写的 还是很到位 他说考虑到国家规模 和军队规模的巨大差异 普京应该是一个 能够轻松击败的敌人作战 他能看到一个 就普京是和一个 能够轻松击败敌人作战 失败主义是对形势的分析 不恰当 我认为这时候 该清醒冷静的分析形势 他就批判了 这个哈佛福研究所 这个研究员 这个老外 他说是的美国的确负担很重 因为他两边都支持 他肯定要花钱 对吧 是的 说美国需要认真对待 需要加快生产的步伐 这样才可以 向乌克兰和台湾 同时提供所需的武器 如果现在中共打台湾的话 这是个机会 对不对 习近平原来的如意算盘 我看出来 他是想让 给普京一个大单 一个大支票 你去打乌克兰 然后你一下给美国精力牵涉了 然后习近平在这儿掏地沟的 打台湾 他原先打是这样精力计算的 但他没想到这个 若是如此的不堪 就实际上第二大军 你搞到这个程度 是吧 所以习近平现在还在这儿观望 是的 美国需要更严肃的对待 需要生产 就加强生产速度 在应对欧洲战争的同时 应对亚洲的潜在危机 美国已经一次又次证明 他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这样讲不是出于那种美国伟大 我们爱美国 他不是说我是美国人 他这样讲 他说我也不是在挥舞着 美国的国旗呐喊 就是美国的旗帜 爱国情调的呐喊 而是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判断 他研究一站二站 整天就琢磨这个事 就像我老江整天你说 为什么我这个节目看的人 也不少 啥原因 我整天闲没事 就在这分析下议论 是不是 倒不是说咱比别人 有本事 只是比别人更爱这一行 好这一行 是吧 如果说美国打败了德国和日本 打败了德国两次 打败了苏联 现在没有能力对付中国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但我认为 历史会再次说明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就告诉习近平 你并非如此 问题是习近平 他没有文化 他根本都不看这东西 他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者 是不是 记者问他 你不认为乌克兰战争 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吗 卡根说 乌克兰战争已经清楚地展示了 正如我们所讲的 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 超过过度的萎缩了 我们需要扭转这个局面 我认为美国将扭转这局面 说美国现在正在扭转这局面 他说 而且呢 中国也在帮助我们 加深这种认识 间谍气球 比如说气球 就是唤醒美国 他说 显示让美国人 感到了极大的不安 今天我看到 郭文贵做那小视频 很有意思 有些小女孩采访老外 老外也讲到了 有些无人机 有些气球 都来到人家美国的校园上空 他说 如果中国人想看看美国 以及公众动员 起来的样子 这个气球入群的小世界 就暂时出来 你看美国人群情起扬 你看麦卡锡在国会上 搞的 一招 一招 连礼 一天出好几个法案 针对中共 他说 美国对这件事情的激烈反应 就应该向中国人表明 他们不应该指望 美国在中国人 采取行动之后 回去睡觉 肯定要行动起来 你知道 如果他们对台湾采取行动 我认为他们需要做好 全面应对美国的准备 这就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事 他们是在看今天的美国 对那些能力和现在的民意 做出了判断 但他们错了 一旦他们对台湾采取行动 一切都会大为不同 他分析非常好 他说中国人 记者问 中国人里面 里面也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美国人很怕上亡 以前大家不都有观点吗 美国人反战 一旦死人多了 美国就开始游行示威了 给政府施压 他说 一旦伤亡数字上升 美国国内就会有不同的声音 就会反对战争 卡根说 你知道吗 1940年代 日本人正是这样想的 他说他们希望 如果对美国的打击足够严厉 并像他们在珍珠港 干掉美国的亚洲舰队那样 打击美国人的士气 会让美国退离的 退守孤立主义 就美国只管各管各的 是吧 也会退后一步 不在东亚挑战日本 结果证明呢 这是他们一个非常严重的舞台 那日本为什么最后失败了 不就因为这个舞台吗 是不是 所以他说 我认为中国人呢 只要他们能够从历史思考问题 他们有机会阅读历史 我认为他们应该读一些历史 并意识到这正是日本所犯的错误 他们不应该犯同样的错误 也就你真正读了光荣于梦想 说好多二战的书 你就知道了 就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言 中国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取得 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了 如果他们太急迫和冒进的话 他们将冒着失去这所有一切的风险 现在实际上说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 已经由于习近平的冒险 已经失去了 他说我认为邓小平的外交 是一种更狡猾的聪明的外交 确实是这样 他说因为尽管中国人 感受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约束 但他们也从中受益 他们试图推翻这个秩序 最终会失败 这就是我试图表达的 我希望他们明白 他们可以我们所有人的避免很多悲剧 他们可以为我们很多人避免悲剧 他说邓小平这个狡猾聪明 这个对的 邓小平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因为你战胜不了这个美国 对不对 这个无法和美国这个价值观 自由世界靠 但是又共产党不愿接受 怎么办 再如何咱们画一条线 我也不计 你也不计 五十年不变 老牌英国人也同意了 美国也同意 国际社会都见证 但习近平翻脸了 习近平想超越毛泽东 就出了这么一个狂妄的人 导致今天的情况 他讲的非常准确 他说我们来谈谈乌克兰战争 就记者问他 有报道讲 中国试图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 如果那样的话 你能看到第三大战爆发的风险吗 就会不会爆发第三战 卡根说中国的决定非常重要 说是否要开始向我们 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其他弹药 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做 他们在其他方面向俄罗斯提供帮助 但这是一大步 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昨天我做了节目 讲到重庆 最后我忘了讲最关键问题 大家想一想 疯狂网曾经报道了 我当时在新闻中述 同时就给他提示了 有一架飞机 就货机从重庆起飞 因为重庆现在曾经制造一个大工厂了 升上很多俄罗斯和欧洲需要的东西 那个时候不就有个飞机升空 盘旋了八个小时 落下来啥原因 那不就是美国抗议了吗 美国知道那个军机里装什么东西 所以重庆现在 为什么现在把习近平这么重视 我为什么昨天讲习近平将有可能逃到那个地方 不是我呼吁我 他那是一个生产基地 那个长安汽车要生产 坦克生产装甲车 军用的汽车 那很方便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看点 昨天讲到关键的时候 有点疲倦了 没有讲这个事 有意思的是 他们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 卡根讲了 尽管我认为任何一方都不会被他吸引 就习近平提出这十几个 十几个内容要点的和平方案 说但很显然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和平是最好的结果 因为整个战争显然让他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他们知道美中现在处于相对对抗的模式 但是中国人也必须考虑欧洲人在做什么 如果中国人开始武装俄罗斯 欧洲人会如何反应 我认为欧洲人已经明确的表示 他们把这场四倍与中国打交道的红线 就他支持武器的话 欧洲就跟着彻底翻脸了 习近平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他们不仅 中国不仅要和美国对抗 还要被欧洲鼓励 他说我希望我们在这个点上 那就是北京的领导人 尤其习近平 也不希望中国被全世界鼓励 习近平现在心里很纠葛 因为他的军队没打过仗 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而且过去和平年代 数十年想改革开放成果 他吃得饱饱 他跟他不愿意改变 说那不是这一切的目标 中国希望在世界范围里获得影响力 但这个问题 可能会让中国的影响力严重的受损 他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帮助俄罗斯 如果他们想的话 他们也可以那么做 因为美国和其他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中国没有这样做的事实表明 他们知道要付出了代价 他支持俄罗斯以后 他经济更晚了 现在这十年折腾 尤其三年风控已经掉了底盘了 他说因为美国和其他人这样 他说呢 我们只是希望如果代价明确 他们不会天而出现 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布林肯 拜登一再提示你不要给这个致命性武器给 给这个了死 就是他们知道了这个线索了 那么提示他 叫他不要听着走险 说如果他们听着走险 事情就会非常明确 显然会爆发战争 这两个专制国家组成一个战略联盟 对抗整个自由世界 现在这个普京为什么迫不及待 王毅去他马上宣布习近平即将来 那就因为他着急 因为他现在困惊 没有枪炮子弹了 是吧 捉襟见肘了 说这对中国不是一个有利的形式 他说呢 我会目睹自由世界的胜利 而不是专制国家 他无论从经济人口 中国的战略环境来讲 这对中国都不是一个有利的形式 中国被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越南 印度 主要国家已经包围了 我上次不就讲了 老拜登很狡猾 很大气 你看他从阿凡撤进以后 到现在一步一步 现在欧洲 然后亚洲 然后印太地区 现在他已经把口基本上砸上去了 你看 这篇文章概括得非常准确 就是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越南 印度 这些一千手就包围圈形成了 是吧 尤其菲律宾现在给的军事基地好几个 是吧 如果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做出错误的决定 战略环境讲 非常糟糕啊 于是记者问他说 但中国跟还是跟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这个春天访问俄罗斯 你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你刚才提到中国的和平计划 你说没有人会喜欢 可中国为什么这样做呢 卡根说是的 尽管我认为俄罗斯不一定会同意中国的和平计划 因为普京现在并不想真的想和平 但无论如何 这让中国处于一种境地 让他们看起来好像在努力解决问题 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目标 我的意思是中国希望两者兼得 就习近平像鱼和熊掌兼得 两个不得罪 习近平现在目前还在这里犹豫挣扎 他说 这个我的意思是他想两者兼得 很明显 俄罗斯在战争中表现出 出色复合中国的利益 因为至少这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会花费美国大量资金 并导致欧洲大量资金 和通过膨胀困难什么的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战争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但另一方面 他们必须小心地不要为战争付出代价 因为习近平身边有很多反战的人 我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习近平一方面试图取得适当的平衡 鼓励普京 说中国就在那里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调整 世界反对中国 或者至少让整个自由世界 更加反对中国 如果我是中国 我现在会非常谨慎 因为美国 美国公众情绪现在非常激动 从中国角度看 他们会希望美国人回去睡觉 而不是真的觉醒过来 并开始认证对待这威胁 卡顿他讲 他说当然习近平有他自己的动机 他表现得非常自信 至少他对中国的立场有信心 正如我们在谈论开始时讲的那样 我们不能确定他会不会犯一个世纪以来 对所有侵略独裁者犯的同样的错误 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 习近平肯定要犯着错误 你看他以前不就是什么 现在熊岸青就都干败了 已经烂尾了 他要搞 一带一路 他还要整 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他说记者问他 中国的参考消息说去年编译发表了 就是这个卡顿在五月到六月 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 就中国参考消息也登他的文章 题目是霸权的代价 美国能学会运用实力吗 他们说你的文章 其实在说美国霸权导致了俄罗斯的扩张 当然这是俄罗斯和中国一贯的立场 你可以具体谈谈的观点吗 卡顿讲说我的观点是 美国没有寻求北约扩张 那不是美国的政策 说美国正在回应东欧国家的紧急要求 就乌克兰而言 他们不想被俄罗斯霸权统治 他们希望与欧洲 欧盟和与欧洲西方和自由世界建立联系 这是普京和俄罗斯反对的 他就讲这个关于北约东扩这个事 他说呢 我想告诉美国人的是 不要认为美国和普京的决定无关 美国对普京的决定非常关键 但这只是因为他不喜欢冷战 后世界的变化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 那是输掉一场战争后的后果 当德国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人也很痛苦 想要恢复德国的力量 你知道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就普京他是看到了 这个前苏联的崩盘 是吧 原来那个大地盘多大呀 戴斯坦都是他的 是吧 他就想恢复俄罗斯的梦想 那习近平也是一样 是吧 他说我和中国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 我相信美国的政策支持自由主义的世界霸权 我确信 我确实相信中国认为自由主义的霸权 与他们的独裁统治是敌对的 因此他们希望取消它 但这个国际体系中 现实是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 中国要么推翻它 要么学会接受它 就习近平为什么这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呢 他就是因为他想改变这个世界秩序 又没有能力吗 他说我认为中国没有推翻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力量 就现在没位子 习近平光有这个野心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说无论中国从他们角度来看 觉得现行的世界秩序有多么不公正 他们没有力量改变 所以他们应当停止当下这种根本上是自杀的任务 就习近平挑战西方这是个自杀任务 并学会如何适应当前的世界秩序 他说在他看来 中共从这个秩序当中受益匪浅 中国是二战以来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 所以如果改革开往四十年 富起来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原因就在这里 他是受益者 如果你想一想这个时期前的中国历史 中国被欧洲列强群战 然后被日本征服 你看他很有历史感 因为他是历史学家 他说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里 中国的状态并不好 过去中国不一平二白是吧 东亚并富吗 说美国自由主义统治时期 中国才繁荣起来的 因为他为什么富就改革开放 向美国开放上来的 美国帮助他加入WTU 最惠国的待遇 他说也很安全 所以在我看来 所有的目前的紧张局势 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中国的野心 其实也是共产党的野心 习近平的野心 而不是中国利益的产物 他给习近平提出了宗告 习近平能不能接受 我认为恐怕不能接受 因为习近平是梁家河的书记 他不读历史 是吧 拿口大白字 他本身应该讲非常鲁莽 低能 又敢干 所以本人认为 有可能他倒下俄四 挑起一场战争 他将在战争当中夸台 好 谢谢 谢谢